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实说 在英国发生的偷车事件 并不是很罕见的 但是当发生在你身边附近的时候 难免都有些惊忘失措 还有我看了这些CCTV的记录之后 我觉得这一次的偷车并不是偶然 真是一些有组织有预谋的偷窃事件 看了第一段影片 稍后会有第二段 第一段影片 我们可以看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这些偷车的团体是小组形式运作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就是有三个人 至少我们看到的时候 那会不会有更多的人 在住宅区周围搜罗这些车呢 这就不知道的 还有看到他们是有分工的 就是一迈到来 其实是有人指挥 有人在后面把风 看水 接着就有一个是负责行动的 第二个重点 就是看到他们基本上是选定了目标车辆的 就是不会说在那个住宅区那里慢慢走 是选择 一迈到来就是目标 就是这部车就是这部的了 就算附近都有其他一些都不便宜的车 他们都是没有意欲去偷的 所以是有预谋有组织 还有那个行动是很迅速的 见到他们一迈来 见到那个环境OK 没有什么特别的阻碍 那么就尝试去开车的了 那么第三样东西就是他们手法很纯熟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一点听 是见到其中一个责人 走近部车的时候 就经意是按键的了 就是他有一条鞋在手的 那么听到TikTok那些声音 那么他是尝试 就是拿那个Key的讯号 然后就去偷那部车 那另外就是整个过程是很无声无色的 那么也都是见他们抬着头 戴着口罩 就算你CCTV拍到 你都很难知道是谁追查他的 那么明显是很有经验的 一帮偷车的专家 那么就说回这件事 其实真的是上星期才发生的新鲜滚热 就在Redding这里 是我一位朋友的家来的 那么十几秒的影片 大家看到那些责人来到的时候 他们做的事 但是故事还未完 下一步发生的是什么事呢 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的影片 不幸中之大象就是我朋友的车最终没有被人偷渡 但是看回这片段 其实我觉得也有很多地方我们要警惕一下 第一样想说的就是 为什么朋友那么神心突然看回半夜的CCTV片段呢 他不是收到什么警告的 也不是撞彩 是事源于早几天他听到消息 他那个住宅区就有轮居被人偷车 还要是香港朋友来的 而被偷的那部车呢 和我朋友是同牌子同型号 再了解之下 发觉原来那段时间 那个位置呢 附近的邻居 总共是有四部车被人偷了 都是那个牌子的 所以我朋友就 会不会自己都会是target之一呢 于是就回看那一晚的影片 发觉自己都是几乎是受害者之一 那么 所以很明显 这一班偷车党呢 是有目标 有计划这样来偷车的 就是预了那一晚 可能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只是三个人 可能更多 一次过可能偷几部同款的车 那所以都是 挺得人害怕的 还有我觉得这些偷车党 是有可能收到order的 就是这个是猜测 就是说是否刚好那一阵 他们出货那边的客人 是指明要这一款车的 有人想要想买的 那他们就出去做事了 接着就target了某些地区 是比较多的这个车款 那就动手了 所以真的不是偶然的事 就是如果你的地方 是刚好多那一类车 当然是一些 就是受款型一点的车 可能贵价一点 那真的有机会 遇到这些情况 就是集中一班人 来找那部车 来偷那一类型的车 我们试试再仔细看回 今次第二段影片 看到那些贼再尝试偷 第二波行动 是两个人一起上前的 大家看到其中一个人 就把背囊打开了 还看到一些线路 我相信是一部器材 它可能打开了它 令到接收会好些 接收什么呢 就是车主他在屋里面的车士的讯号 画面右边背着背囊的贼 就用一部主机去拿那个讯号 然后再送给在左边 即是靠近司机位 动门那个贼人的接收器 就用那个接收器 尝试将到车门打开 看到它又再按车士 即是按开门键的 TikTok那些声 试了两次之后不行 就立刻四散了 所以很明显它们是做足准备 有了工具器材 那它们在用的是什么呢 可能大家都有听过 即是现在的贼偷车 就不是再用螺丝批 白合时那些 是用一些仪器去专偷这些 keyless dark 的车 copy 来的讯号 再放大 再模移 是拿着车士 走近一部车 这样去开门 那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叫做keyless repeater 其实在网上看 都有很多这样的器材 它原意就是给一些车房用的 即是当有些车主 它各种原因 调时不可行 或者车有问题 开不了车门 或者调时 有些说 漏在车里面都会开不了的 那去这些车房 就用这些器材 帮你放大讯号 然后开回车 但是这一样东西 就是被人家濫用 去做一些不法用途 例如 好像这一幅图显示了 最基本的就是 一些对港机的东西 就是两个器材去沟通 又可以看看这一幅图 基本上是两个器材 一个是要靠近车 一个就是靠近车士 中间做过沟通 那究竟这些repeater 是有多powerful呢 其实都真的挺厉害的 首先它靠近车士的器材 一般它说就是 几米的距离 它都可以拿到 你的车士的讯号 那如果它在说 5-7米 基本上很多英国的屋 其实如果你放在屋里面 大部分的地方 它都是access到的 除非你的屋子很大 所以它走近你的屋子 你又不知道 其实是会有机会 拿到你的车士的讯号 好了 第二部分就是 它拿到讯号之后 和它第二个器材 可以隔几月都沟通到 是说几百米都可以 那就是说 如果它知道你住在这里 而你部车停在路远 那它走到你的屋子 拿个讯号 再传给远方的一个停车场 那它的partner 都是可以开到你的车的 负责开车的那个人 它只要把那个接收器 靠近你的车门 说的是5-20cm 那就可以开到你的车了 所以都是有少少防不升防 除了刚刚显示的 好像对港机那种讯号 另外是有一些叫做 relay attack unit 再professional一些 有一个control panel 其实有少少像 今次这一班 偷车一档用的东西 就是它放在一个背囊里面 可能是一部 疑似电脑notebook的物体 甚至可能有screen 给它做一些control setting 那它打开背囊 我估计可能是接收会好些 另外不知道是不是它 其实在那个panel screen 那里看到可能有 几个不同的讯号 因为旁边的邻居也会有车匙 那它就可能是 C,A,B,C 几个讯号 都放大一下 然后看看能不能开到车 那可能是在做这一件事 那这些讯号 也似乎是不难买得到的 那可能它再powerful 就贵一点 但是对于那些偷车党来说 就算它花几万元 买过这样的装置 然后它可以偷很多部车的 那是真的 它们会视为一种 搵食工具 接着说一下我朋友 为什么今次这么幸运 没有被人偷到车呢 关键就是它用了 这一种车匙的防导袋 我自己都有用开的 其实就好像一个锁匙包 小小的 那把车匙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车匙的讯号 就不会走出来的 那就算有人 把车匙拿着车匙走近你家屋 原理上 它都是拿不到你车匙的讯号 那就偷不到你这部车 那我自己也试过 其实它的效能也挺好的 有时候 譬如忘记了 走到车前面 我才发觉原来 是未拔车匙出来 就算我打开个掩 这样 我也是开不到车门的 一定要将车匙拔出来 才能开到车门 那就是说 它的保护能力也挺好的 而且不贵的 随意你去Amazon找 几磅一个可以买到的 叫做Faraday Poucher 那除了袋子之外 也有一些是整个盒子 盒子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放多些东西 譬如两条车匙放进去 甚至将手机也放进去 保护手机 不用被盗取手机的付款资料 或者个人资料 就是靠这个袋子 就救了我朋友的车 那现在呢 他为了安全起见 他也买了那个盒子 即是 袋子再加上盒子 双重保护 那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 因为你不知道袋子 会不会有时会失效 也有机会救了 效能不太好 甚至我有朋友 是试过 用开一个袋子 就开一款车 他换了车之后 保护不到 他新车的那条车匙 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都是要试清楚 还有间中试一下 是不是真的可以 挡住那些讯号 其实我自己 除了用这个保护袋子之外 车上面我也有用态锁 叫做双重保护 就算这个袋子失效 拆人上到你的车 有个态锁 都可以阻阻它 其实你是可以这样想的 如果那个侧子走近你的车 看到你有态锁 那是减低了 他选择这部车 来偷的意欲 那态锁又不是贵的 你上网找 可能十多磅都有一个 那有一些 就是powerful一些 我见过一些 整个好像 铁柄那样的 吸住整个车盘 再锁住它 那些就好像 比较保护性强些 但是你又要选对尺寸 就是看回你的车盘的尺寸 我用就是最基本的 就是一支铁棍 一捏下去就可以锁到 那是很简单的 这个也是考虑因素之一 因为如果你譬如每次出车 你要弄很久很复杂的 才解锁的 然后那个东西又大 有瓦炸 你又要找地方放的 那是有点麻烦 那还有大家选择铁锁的时候 留意一下 因为有些人就说 其实如果有个电转 而你的铁锁又是比较弱一些的 基本上几十秒之后可以转难你的铁锁 然后就可以动到铁锁 那上网看看 有些人就说 它的用料和金属比较弱一些 那保护会好一些 那除了铁锁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防盗工具呢 几样东西 例如有一些是叫做油门锁的 就是将一个金属的锁 就安装在你部车的油门的位置 有些是连着铁锁 整个东西套住的 那这个也是发挥到 类似太锁的功用 那但是就好像又是论盡些 就是你要乌低身去弄它 那尺寸就要选择 我不知道多大 那这个大家都可以考虑的 另外就有些人会考虑 那个车车锁 就是好像你去那些地方 为例泊车 接着被人锁车车的那种 车车锁呢 都有少少太锁的那个优点 就是说那个贼呢 见到你部车有个锁 那就减低它 偷你部车的意欲 刚才说油门锁那些 他就很难察觉到 真的可能要 brake into了你的车 才发觉 但是又有人会担心 因为你有时真的会不记得的 就是你太锁 你一上车见到 你就会解锁才开车的 如果你不记得了自己 有装到车车锁 跟着上车 给有开车照行 那是会弄坏 弄坏车的 那这个也是有少少轮盡 还有又是大动作一点 你又要蹲下 又要拆车车锁 跟着又要摆上车 跟着才开车 是有少少不方便 那甚至有人说 会不会 譬如在你的驾驶 如果你不是把车 拍在车房里面 在驾驶那里加一条柱 那哪怕是那些用锁匙开的锁 或者有些油压升降 很多款式的 那就是挡住那部车 就算它上到你的车 开到车门了 都挡住它 那就走不了了 那这个也是一个可考虑的防堵装置来的 但是又是比较麻烦一点 还有应该都会贵一点 就是你想想 每一次出车 你又要弄低那支棍 跟着回来的时候 下车又要弄起它 那都是比较麻烦一点 这个大家都是要自己取舍一下 还有一样东西大家可以考虑做的 就是在车上放一个追踪器 例如Apple那些AirTag 或者一些GPS的Tracker 那这件事就是 当你的车万一被人偷了 那会有一个讯号给到你 你知道那部车去了哪里 相对大一些机会可以找得回 或者你将个讯号交给警察 那等警察帮你去找 那这个也是会帮到的 虽然就是责人不会知道 它阻涉不了它 可能它都是照偷 也有可能一些责其实很聪明的 它可能都懂得如何去探索 接着就移除了你的Tracker 那还有有些人就说 如果你的车被人偷了 除非你很快找得回 否则你过了一段时间 这部车都不知道被它搞得如何 找回可能你又要弄一大轮 就是所谓医回了生日费那样 那会不会说 不如它好地地 就当total loss 跟着claim保险 不过这个也是很大的关系 因为你claim过一次total loss 我想你日后的车保费用呢 是贵得惊人的 那所以 无论如何 都是要做多些防盗的措施 就是减低你部车 成为target的机会 就算好像我朋友今次那样 真是不幸运被人去approach 你都有一些不同的东西去保护你的车 我自己回想回 我们当初来到英国第一年 其实这个防盗的意识都不是很强 部车就这样摆在门口driveway 也都没有这些这样的防盗的袋子 如果又好像我朋友那样不幸运 基本上那些贼来到他有那个仪器 是立刻可以偷走那部车的 其实当时我已经有态索了 在香港带过来的 但是头一年都没用 因为觉得烦 还有当时不知道 觉得keyless这些是很稳定的 那后来听听听 都多这些偷车事件 才开始用回态索 还有买了这个袋子 那是会安心一点 不知道大家听完我以上所说的东西 会不会还是有些心存挑衡呢 觉得不幸运 应该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那这里我就想给大家看看数据 究竟在英国有多少这些偷车事故发生呢 我们看回2022至2023年度 首先在这个年度 其实英国的汽车登记的总数 大约有4000万架 而在这个年度发生的偷车事故 最后可以看看这个图 总共是有13万单左右 占比是0.3% 那其实看回最近这20多年 英国的偷车数字 其实是曾经一直下跌的 去到近这几年就上升了 所以真的不能心存挑衡 其实近年汽车的业界 保险公司 或者车主的组织 一直都要求政府要加强执法 即是尽量去征破这些偷车事件 这些偷车集团 亦都complain些车厂 即是说他们设计这些keyless 的mechanism 那个保安是不够的 是造就了很多这些偷车事件 某程度上是对的 因为真的有些设计是可以很容易解破到的 但是那些车厂又说了 看回过往30年 为什么那个偷车罪案率是跌了那么多 是因为他们设计了这种keyless的保安系统 以前真的用螺丝批 或者用其他一些白合时就可以偷到车 这个科技令到这件事是改善了 但是永远都是这样的了 度高一尺摩高一丈 时间久了 那些人就想到方法解破 那现在另外一种声音就是说 希望可以有一些法律 去限制那些人买这些repeater 刚才说的系统 就是可以放大你车时讯号的系统 我不知道它怎样限制 是不是要登记要拿牌 我觉得就算你有些什么法例 或者真的警察加强巡查也好 那些偷车党始终都有它的方法去解破 最重要都是自己做好自己的防盗工作 就算有一天真的轮到你不幸 你那部车的车款 或者你住那个neighborhood 成为了这些偷车党的target 如果你好像我朋友那样 做足一些防盗措施 都可以大大减低你成为真正受害者的机会 所以我朋友现在他除了用这个防盗的银包之外 他也买了那个盒子 双重保护 另外又有态所 真是可以令到他安心点睡觉了 希望大家都可以做足这些汽车防盗的功夫 不要严烦 不要省少少钱 大家就在英国养车都养得安心点 那今集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拜拜